不然我们看看凡尘 最有这个名气名声的就是博士 或许在老千身边 老千最时常讲的一句话 就是说你看凡尘这么多的博士 哪一个博士成佛了 就是没有 我们也可以关照一下 我们这个凡尘哪一位博士成佛 有没有 没有一位博士成佛 所以我们要了解到 追求凡尘 这个名利虽然已经很高了 到达了博士 可是他自己就变成障碍 因为博士的心胸之中 他都是高人一等 都有那个不知不觉的骄傲之心 那或许有讲过 我们在凡尘骄傲 就是自重阴 自己重了 那个要接受火爆的阴 所以骄傲很大的人 往后他会转世猴鸟 我们要看的时候 要戴放眼镜才看得到 那假如说他的骄傲 只有一点点 那就是那个小鸟 我们谈好 切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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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骄傲就多了 可是你看 都没有办法回到人道 博士虽然是很 这个时候很趾高气痒 可是下一生就不是了 这样有点意思吗 所以我们要了解说 我们这个求道 不管什么身份地位 有钱没钱 全部都一样 你可灵性可以从圣门出去 就可以回到里天 好不好 好 你看我们沾到这么大的福分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都不知道 谢谢大家